在台湾有一个特殊的节目 就是模仿政治人物的全民最大党 而且更特殊的是 他金钟奖的 一口气做了六年 入围过五次 但是陈总典那一天穿的衣服 就穿不对嘛 他穿的是入联的 公投的那件衣服嘛 还击凸嘛 对不对 这几天他胖了嘛 这不好看嘛 他想凸显说他没有穿防弹配心吗 搞笑 讽刺 政治话题用哭手逻辑来呈现 台上演员讲得头头是道 模仿得唯妙唯俏 看起来是急性发挥 其实这美其是这样诞生的 他用这个衣服 然后进来穿衣服 好像没有感冒不行啊 就是因为他穿的衣服 他一出来我去 怎么会穿 他说那个大姐好像没有穿防弹 然后还有面穿防弹 还有支付 真的啊 八个青年级生 每天的工作就是看新闻 做笔记 然后向制作人报告心得 想点子 不过这些想梗 可没这么容易 一点点不好笑 就会当场被吐槽 要搭配孔哥 赵少康跟辉的球衣 然后另外一边的话 就是郑鸿宇主持 就是你说大话新闻方式 你脱不了 这样子的 却无存经后 大火汇集的题目 还要经过正位幕后的总操盘手 点头确认才能执行 你听到人民 听到人民的声音 你要怎么做才说 这个也不错 这个不错 题目是 我出国也是一样 全部都要电话 每天的题目 我一定要知道 因为这个 这跟普通的 综艺节目不太一样 制作班底的创意 加上主持群的机智反应 让这个节目 足足做六年 入围五次金钟奖 靠的不是运气 需要硬底子的功力 别人无搞得 感谢您的家 感谢您的家